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大家带来我身后这座三车库 十一车位四卧五位 面宽70x124 东西坐巷 占地近9000尺的难得豪宅 这里位于500和16街 开车三分钟便可到达TNT大统华超市 开车五分钟上404高速 社区被三个公园所环绕 秋天的Margaret Croson Pond 比油画中的风景还要更美 2022年 这个社区一共售出12个三车库 独立屋房源 其中面宽70的仅有一家 一年一遇的好房 我们现在走起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这个房源 居住面积超过了5500尺 地上面积4161尺 地下面积1400尺 大气的18尺开过市门廊 圆形的穹顶建筑 豪宅的质感再次奠定 最喜欢大面宽的房子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双厅设计 家庭厅和客厅分裂于两侧 这里则是三厅设计 进门是左手的大戏书房 三面的采观窗子 看行人来往 看小小池塘 一二楼均是石墓地板 大家若是不喜欢这个瓷砖的颜色 其实换笔想象更简单 这里是厨房和正餐厅 厨房非常的大 U型的17×13室 主厨厨房 以配用明火的炉头和Wolf的电器 开放式的设计 与家庭房遥相呼应 我们来一起说说 这里有几上大窗 一二三四五 墙遍落地窗 看着窗外好风光 后院还做了半硬化 既有生机又好打理 楼梯藏在了右侧 这里是车库入户的 Mall Room洗衣房 家庭人员可以从这里 直通地下室和主存空间 互不打扰 二楼一共四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先来看看主卧有多大吧 30×27尺的主卧 一共945尺 比很多两个卧室的condo 还要更大 配有walking closet 和五个piece的卫生间 这里是开放式的区域 可以作为一个小小书房 其他三个卧室 比普通的独立屋主 还要更大 非常的方正 两个卧室呢 是连通着一个 Jack & Joe的卫生间 这里是一个套间 所有的卫生间 均为名窗的设计 稍加改造 这样子的屋 也可以住上个好几十年 地下室已经全部完成了 还有配套的厨房和水坝 一个好的户型 一个大的占地 配套绝佳的地点 无论您是现代的写一派 还是传统的水墨家 这样的房子 如同一个绝好的画板 您可以带着故事 书写新的篇章 三分钟的距离 设有TNT超市 那里更是有数不胜数的美食 五分钟上404 407 南北池城送我恒东西 区内设有的公立小区 是Ashton Meadows 设有daycare 服务年轻的家庭 免除的后果之友 区内的公立高中 是Pierre Alvichudo中学 和天主教Saint Austin中学 也排名全省前级 在我的定义里 每买一套物业 我会给他 加一个居住的标签 有些物业 如果演云院 短短两三年 卖出的是 投资属性的自住房 可以以十年为时间两尺的 必定是不可多得的好资产 三车库的大宅 足够一家人的居住需求 这样的好房 是不是梦里的想象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的视频内容 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